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上这门课的第二部分,图论 今天先讲第一单元,图的基本概念 今天的内容里面的概念性比较多 包括什么是图,什么是无相图,有相图,简单图 什么是相邻,什么是关联 什么是定点的度,什么是图的度序列 还有图论的基本定理,也叫做握手定理 然后我们要讲什么是两个图的同构 讲各种各样的图,称为图的足 还有图的一些运算 这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图的基本概念的主要内容 为了描述无相图,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 称为无序基 叫做无序基 也叫做由无序对构成的这个集合叫做无序基 我们把AB这两个元素组成的集合 也就是它的无序对,继承A和B加上原过号 这就代表图里面的一条边 它是没有方向的 就成为一个无序对,表示AB两个顶点之间有一条边 也允许A等于B 所以对于无序对来说,AB等于BA 因为它们没有顺序 两个集合的无序基定义成A and B 是由A和B,是由A中的元素和B中的元素组成的无序对 组成的那个集合 所以它跟卡士基不一样 卡士基是有顺序的 无序基没有顺序 好了,有了无序基的概念就能够描述无像图了 所谓无像图呢,它是由两类元素组成的 一类是顶点,一类是边 所以图呢,写成G 它等于由顶点极和边极构成的这么一个有序对 要求顶点极非空 我们也把图G的顶点极组成VG 然后边极核呢,是顶点极的无序基的一个子极核 我们也把图G的边极核计成EG 注意,在图论里边,这个边极核呢,可以是一个多重极 比如说A和B,这两个点间有两条边 那么在它的边极核里边呢 AB,这个边,这个无序基的就出现两次 代表一条边 所以,这个图写成极核表达式 它的顶点极V里面有五个顶点 ABCDE 它的边极核里边有六条边 AA这条边 这样的边称为环 它两端是同一个顶点 然后AB和BA AB和AB这样有两条边 这样的两条边称为平行边 然后BD,DC和BC之间呢,又有三条边 E称为孤立点,E没有边 好 所以图呢,是由顶点和边 这两类元素组成的 U是一个顶点,V是一个顶点 UV之间有条边 这个边呢,是没有方向的 就用无须对来表示UV 这就是无相图的基本概念 有相图跟无相图的区别 在于它的边是有方向的 每条边有一个起点 有一个终点 我们通过在边上的箭头来表示 所以有相图 它的边积核 就是卡士基的一个子积核了 这时候它是有方向的 那么U是起点 V是终点 这样一条边写成UV 7点在前,终点在后 这样一个有序率 这里是有相图 有相图通常用D来表示 就delected graph 也就简单digraph 就是有相图 下面是一些图的 特殊的图类的概念 首先图的阶数 如果一个图有N个顶点 我们就说这个图是N阶图 这是一阶图 这是二阶图 这三阶图 这是四阶图 这个也是四阶图 如果这个图的顶点数 是有限的 就称为有限图 如果这个图没有边 或者说边积核为空 就说它是零图 N个顶点的零图 即为N下标N 大N下标小N 就是零图 这个N就是那 就是没有的意思 没有边 一阶零图 就是只有一个顶点 没有边的图 称为平凡图 继承N1 平凡图是最简单的一类图 那这个图就是N4 四个顶点没有边 如果顶点和边都是空集合 我们把这样的图 记为空图 我们前面定义图的时候 要求顶点集非空 特殊情况下 我也可以允许顶点集为空 这样为了计划上的方便 比如说做一些图的运算 如果最后就没有顶点 我就让它为空 也可以 所以空图也是一类特殊的图 就继承空集合 注意空图跟零图不一样 零图是有顶点没边 空图是没有顶点也没有边 平凡图是有一个顶点没有边 然后还有标定图和非标定图 如果给顶点和边 带上标记 就叫做标定图 平点和边不带标记 就算非标定图 后面我们在考虑图的分类的时候 这个就起作用了 比如我要数数某一类图 多少个 那个 非标定图呢 它只算一个 标定图 即使这个标记不一样 那么就算不同的了 然后有项图去掉边的方向以后 得到的那个无项图成为它的底图 或者叫做它的基图 你给一个无项图边加上方向 那么就成了有项图了 我们指的无项图是所有的边都没有方向 有项图是所有的边都有方向 那么有些图呢 它有些边有方向 有些边没方向 那种图称为混合图 在图里面 它最重要的元素是顶点和边 那么顶点和边之间的关系呢 有相邻和关联两大类 同类元素之间称为相邻 所以两个点可以相邻 有边相邻的两个点是相邻的 两个边也可以相邻 有公共顶点的两个边也是相邻的 然后顶点和边之间的关系称为关联 如果一个边 那一个端点是这个顶点 就说这个顶点和这个边是关联的 对于有项图呢 称为临阶 就是U临阶到V 或者说V临阶于U 它有一个方向 英文是很清楚的 就from和to 汉语里边没有类似的介词 只能是到和于临阶到 另外还有关联次数的概念 一条边有两个不同的端点 就说这两个顶点和这个边的关联次数各是一 如果这个是环 它两端是同一个顶点 我们说这个顶点和这个边的关联次数是二 对于有项边来说 起点和这个边的关联次数是正一 中点和这个边的关联次数是负一 但是对于环 就没法约定了 有项的环 起点和中点是同一个顶点 你就无法定义它的关联次数了 有项图里面我们通过正符号来表示 这个起点和中点 环呢就没法表示了 所以对于对有项图 我们不去定义环的关联次数 或者说我们通常假定它没有环 注意这个有项图 这个关联次数起点 是一 是正一 那个中点是负一 你怎么记忆它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这个起点是边是发出的 是出度 是出 这个中点呢是入 是减 然后汉字的出和入相比呢 出的比划多一点 然后这个加和减相比呢 加的比划多一点 你利用这个对应关系就能 就能记住它 这样去帮助你记忆 因为图的部分概念非常多 记号也很多 约定很多 很容易混淆忘记 你通过这种 找这种窍门去帮助记忆 下面是环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两端是一样的 这种边的就成为环 孤立点 没有边相连的点 就是孤立点 平行边 两端一样的边是平行边 注意对有项图 方向一样的边 它是平行边 这两个有项边 方向不一样 就不算平行边 然后是领域 一个点 周围跟它相邻的这些点 构成的集合 叫做它的领域 写成N V 下标就表示在图记里边 因为有的时候 我可以定义不同的图 或者不同的子图 你需要说明是在哪个图里边 考虑问题 所以加下标G NGV就是V的领域 这个通常称为开领域 就是除了它自己以外的 跟它相邻的顶点 也可以考虑B领域 就包括它自己在内 通常要上面加一个横线 表示B领域 跟这个点关联的边 成为它的关联集 对有项图来说 可以分别考虑后继和前驱 从这个点发出的边 所到的那些点 成为它的后继 从一些点出发 能够到达这个点 那些点称为前驱 后继是用加来表示 前驱是用减来表示 同样 后继是出去的 前驱是进入它的 B领域一样 把这个点本身算进去 就是B领域 后继和前驱合作一块 就叫做它的领域 领域呢 可以用N表示 也可以用γ表示 γ是希腊字母的 本身英文字母 就是neighbor neighbor乎的 然后是顶点的度 与一个顶点关联的边的次数之和 叫做这个顶点的度 或者叫度数 简称度 对有项图呢 可以分别考虑出度和入度 就是发出几条边 进入几条边 比如说上边这个图 这个点是四度顶点 因为有两条边 还有一个环 这个点是三度顶点 有两个平行边和另外一条边 这个点是零度顶点 因为是孤立点 没有边 中间这个图是有项图 考虑出度 这个点的出度是二 因为发出两条边 这个点出度也是二 也是发出两条边 其中一条是环 考虑入度 这个点的入度是一 只有一条边进入它 这个点的入度也是二 有两条边进入它 一条边从一过来 另外它自己这条环 度呢 就是入度和出度之和 然后还有一些记号 最大度和最小度 把最大度 集成Δ 大Δ 最小度 集成小Δ 对于有项图呢 分别考虑最大入度和最大出度 最小入度和最小出度 这是那个一开始的那个例子 那么这个图它的最大度就是四 A这个点点的度为四 最小度是零 E这个点点的度是零 底下这个图 最大出度是三 最小出度是零 最大入度是三 最小入度也是零 E这个点 入度和出度都是零 A这个点 它的出度是三 B这个点 它的入度是三 有两条边进来 还有一条边进来 下面是关于图的顶点的度数的一个定理 这个称为图论的基本定理 也叫做握手定理 是说 一个图 它所有顶点的度之和 一定是偶数 而且呢 这个偶数呢 就等于二倍的边数 这是因为 每一个顶点 每一条边 都有两个端点 我在算度数的时候呢 这条边 分别为那两个顶点 各贡献了一个度数 对于法案来说呢 它就给这个一个顶点 贡献了两个度数 所以 每条边 为这个图的顶点的度 贡献两个度 那么你把所有的顶点的度 加起来 很自然的 就等于二倍的边数 这个定理就成为图论的基本定理 也叫做握手定理 为什么叫握手定理呢 你可以想象 在开一个晚会 每个顶点就是一个人 有些人 他们之间认识 他们就会相互握手 那么这就算握一次手 如果你把每个人的握手次数加起来 那么就会等于 人数的两倍 所以叫做握手定理 当然不考虑 还是自己跟自己握手 其他的边 像这个边就代表这两个顶点 这样握一次手 所以称为握手定理 这个握手定理呢 它看上去很简单 但它有一个推论 很重要 推论是 任何图中 基数度顶点的个数 一定是偶数 为什么呢 图里面的顶点可以分成偶数和基数 偶数度顶点它的支合肯定是偶数 因为如果刚偶数加起来还是偶数 基数度顶点加起来 那要看个数了 如果是偶数个基数顶点加起来就是偶数 如果是基数个基数度顶点加起来就是基数 如果你有基数个基数度顶点 那么这个图的度的总和就变成基数了 就跟握手定理矛盾 握手定理说它一定是二倍的边说 一定是偶数 换句话说 你不可能画出一个图 它里边有基数个基数度顶点 这个性质很重要 这个性质类类似于抽体原则 勾动原理 抽体原则是n加一个东西 放到n个抽体里面去 至少有抽体里面会有两个东西 然后这个握手定理的推论呢 他说这个图里面一定基数度顶点的个数 一定是偶数个 这个有时候可以用来证明 如果你已经有三个基数度顶点了 你就知道一定还有第四个 一定还存在另外一个 如果你巧妙的利用这个性质 能够做一些数学证明 很有用 好 对于有项图的这个图论的基本定理是这样的 就是所有顶点的初度之和 等于所有顶点的入度之和 就等于它的边数 是因为每个边有一个起点 有一个终点 它贡献一个初度 也贡献一个入度 好 下面一个概念叫做简单图 简单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没有环也没有平平平平边的图 称为简单图 因为环和平平边是两类特殊的元素 如果一个图是简单图 往往有一些非常好的性质 所以我们很多结论或者很多证明 都是假设这个图是个简单图 这个时候就没有环也没有平平边了 那么简单图它的最大度呢 一定是介于零和n-1之间 不能超过n-1 一个点向另外n-1个点最多发出n-1条边 再多就一定有平平边或者环了 所以简单图它的最大度不超过n-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另外一个概念呢 叫做正则图 如果所有定点的度都一样 都是k 这个图就成为k正则图 下一个概念就是度序列 把一个图所有顶点的度列在一起 得到一个序列 就成为它的度数列 也叫做度序列 这个图它的度序列就是51233 v1这个顶点的度是5 v2这个顶点的度是1 v3这个顶点度是2 v4这个顶点的度是3 v5这个顶点的度也是3 所以它的度序列就是51233 如果给定一个整数的度序列 我能够画出一个图 使得这个图的度序列 就是这个整数序列 我就称这个整数序列是可图画的 比如说这个5332 可图画的 下面两个图 都是它的一个实现 都是它的一个例子 关于可图画呢 有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也非常简单 正好就是握手定理 就说这个 只要这个度数这颗是偶数 那么就一定能够 画出这样一个图 这个定理比较简单 有很多种不同的画吧 你自己去画就可以 比较难一点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问能不能画出一个简单图 让它具有这个度序列 叫做可简单图画 比如说 53321就不可简单图画 因为这个图一共有五个顶点 而简单图呢 最大度数不能超过N-1 就是不能超过4 现在它有一个顶点的度数5 这肯定是不行的 再比如 44321也不行 一共五个顶点 里边有两个顶点 都是四度 四度点意味着它要跟其他的每个顶点都要相连 也就是说 那么除了这两个顶点之外 其他的三个顶点 每个顶点的度至少都是2 因为它们都要跟那两个四度点相连 可是这地方还有一个1度 这就矛盾了 一般来说 N个顶的一个度序列 如果里面有两顶是N-1了 同时有一顶是1 那么这个序列也是不可图画的 这也是矛盾 有N-1度点就意味着 那个点要跟所有其他的点都相连 有两个这样的点 那么剩下的其他的N-2个点 就一定每个点的度至少都是2 就不能再有1度点了 因为现在要求是简单图 没有环没有平行边 关于可简单图画 也有一个充要的条件 就哈维尔定理 它是个地规定理 这样子的 一个度序列是可以简单图画的 首先它要满足握手定理的条件 就度至可等因 是个五数 这个没问题 然后你把它排成D-的顺序 第一最大 七次第二等等 DN 就至少是非增 有相邻两项可以相等 排成一个非增序列 那么你可以把第一项删掉 同时在后面相邻的若干项 多少项呢 就是你删掉的那个值本身 比方你删掉的值是第一 那么就在后面相邻的第一项 每项都减少一个1 得到一个新的度序列 原来的那个可以图画 当前仅当你这个新的可以图画 然后你再重新给后边这个新的序列排序再这么做 就能够判断了 这是一个创条件 下面有一个例子 判断554422还有443322能不能可简单图画 我们就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定例 554422把第一项5删掉 那么接下来的没有这个5项的各减1 就变成43311 好 然后再把第一项4删掉 剩下来的4项的每项都减1 变成2200 然后呢 再把这个第一项2删掉 剩下来的每项都减1 这时候呢 出现负好了就不行了 因为度都是非负的 所以第一项就不可图画 不可简单图画 那可以图画 但是不能简单图画 第二个序列 443322 把4删掉 变成32212 好 调整一下顺序 还是让它递减 然后呢 把第一项3删掉 变成它 把第一项1删掉 变成它 后面一项要减1 然后呢 再调整顺序 这是显然可以简单图画的 剩两个点 各是一度 就一条边连两个点就行了 所以第二是可以简单图画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埃尔特希 他也给和另外一个数学家 也给出了一个创条件 是这样的 也是要求它非负 就是度质核是偶数 并且是低降序列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性质 就你把这个序列的前R项加起来 R是从1到N减1开始 前R项加起来 它一定小于等于 什么呢 小于等于R乘上R减1 再加上 就是你把这个序列里面剩下的那些项 每一项就DR加1和DR加2等等 DN 每一项呢 都跟那个R相比取小的那个值 把这个核加起来 这个度质核呢 一定小于等于它 对于每一个R都成立 实际你要检查N减1个不等式 只要这N减1个不等式都成立 那么它就是可以简单图画的 这是埃尔特希和 格莱给出的一个出往条件 它有一个等价形式 是说 这个时候呢 它不要求它排成那个低降顺序 只要是手术 并且任意的这个加起来都是对的 它是把它增加到N 就是R从1到N 刚才讲N减1个等式 它现在呢是N个等式 注意这个N个等式呢 这个实际就推出这个 好了 下面再看例子 给定下面六个度序列 问它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图画 用那个后面这个 埃尔特希的这个公式 第一个 五四三二二一 这里面有三个基础项 一三五 所以它肯定不可简单图画 也不能图画 第二个 第一这个值呢 等于五 它呢 已经超过N减1了 是四 所以也不可简单图画 或者按照它那个出往条件 第一项是五 应该右端呢 是R乘上R减1 就R等一 这时候是一乘一减一 后面呢 剩余的四项四四三二 每一项呢 跟一去比 取较小的值加起来 每一项都是一 所以是四 所以左端是五 右端是四 这个不等号是不对的 本来应该是小一等于才行 所以它不可简单图画 第三个 当R等于二的时候 前两项一加是六 但是右端呢是R乘R减1 然后剩余的三一 每一项跟二去比取小的值 加起来右端是五 这项是二 这项是一 这项是二 所以是五 左端是六 这个不等号又反了 所以也不可简单图画 第四个 也是 前两项不满足 这也不可简单图画 第五个 一直验证下来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是可以简单图画的 注意这都是冲号条件 只要你验证下来 它就可以 那么怎么去把这个图画出来呢 这是个例子 就是按照那个第一个定理 哈佛尔定理 低规的去做的话 你倒过来做 最后是一一了 那么一一之间连一条边 然后增加一个点 零度点 然后又是一一 等于又加一个点 这四个点是这样 然后又加了个孤立点在这 然后呢 你看它是怎么做 它就是新加一个顶点 这个顶点跟后边的相邻的思想度相邻就行了 所以你新加一个顶点 这个顶点跟后面相邻的思想度相邻 然后再后面又加一个顶点 又又加一个顶点 这样就做出来了 这个图直接画成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它是顺序的那个调整一下位置变成这样 最后一个度序列 它是也是不可简单图画的 它每一项都是严格大于 D大于D大于D大于N大一等一 那么你就能够从这个推出来 这个第一呢肯定是大于N了 这个又超过N解一了 所以不可简单图画 关于那个 阿尔特希这个人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是个匈牙利人 是20世纪数学界的传奇人物 他的一个名言是 Another roof Another proof 这就是对他生活的一个写照 他呢 就是到处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旅行 跟不同的数学家去合作 所以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就到了一个新的屋子 就是Another roof 屋子有屋顶 就是新的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然后就跟那个数学家合作 解决一个新的问题 得到一个新的证明 Another proof 这就是他的那个生活的写照 他对于离散数学的贡献 非常大 他的那个影响也很大 数学界有这个叫做阿尔特希数 这个概念 就是以他为图的一个顶点 凡是跟他和写过论文的人 直接跟他和写过论文的 阿尔特希数就是一 然后再跟那个阿尔特希数 为一的人和写过论文的人 阿尔特希数就是二 等于定一个数学家定一个图 他是其中的一个中心顶点 然后别的数学家围着他 一串串长排起来 通过这个合作关系连起来 通常认为 如果阿尔特希数是二的话 就是高手 就是是非常好的数学家了 已经 所以有阿尔特希数这样一个概念 类似的 好莱坞这个电影圈里面 有这个培根数 培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 然后跟培根合演过一个电影 就叫培根数是一 等等是二 然后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有没有人同时具有有限的培根数 和阿尔特希数 这种人居然是有的 也就是说有的人既能写数学论文 又能去演电影 所以阿尔特希数是衡量数学家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指标 非正式的一个指标 阿尔特希数 这是阿尔特希数 这阿尔特希数说的一段话 他从小就是个神童 据说他的父母都是数学教授 所以他是有遗传的 当然这是神童 他说 我妈妈说 那个即使是你 就他的名字 依此也只能在一个地方 他说也许很快 我将摆脱这种限制 也许一旦我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我就可以去跟同事在许多地方待着了 然后他就能够跟阿基米德和欧基里德去合作 阿基米德和欧基里德都是古代的非常有名的数学家 所以这个阿尔特希是个非常追求理想的这么一个人 非常崇高的这样一个人 有医生献成数学师 而且他数学做得非常好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个概念叫做图同构 那么图呢 它表面画起来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图和这个图 这两个图实际是同一个图 它们的差别呢 只是在于这个顶点的位置不一样 但是这个顶点之间这个连边关系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把这种现象呢 就称为同构 所谓同构就是在两个图的顶点之间建立一个一一对应关系 定一个双摄 使得两个顶点之间有一条边 当现锦囊在这边对应的两个顶点之间也有一条边 这就称为同构 也就是同构的图 你通过移动顶点和边能够让它们完全重合 那么在图论里边 这样的图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加区分 这就称为同构 因为在图论里面 我们只关心哪些点之间有边相连 而不去关心那个顶点的具体的位置在哪 还是那个边是怎么画的 所以这就是同构 所以给定两个图 无相图 如果存在一个双摄 在两个顶点之间有一双摄 使得呢 UV在第一个图里面 在第一个图里面有一条边 当现锦囊 FU和FV在第二个图里面有一条边 注意的是当现锦囊 就是说保持边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映射就称为同构 基层基一同构于基二 这个跟三角形全能的那个符号是一样的 关于同构呢 有非常好的判定算法 就称为这个naught算法 简称naught 它是通过一种代数的方法 计算这个一种群 就能够非常快的判断两个图是不是同构 这个算法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在普通的危机上面 一秒钟之内能判断100个顶点的图 是不是同构 就两个图各有一百个顶点 它一秒钟就能算出它们是不是同构 这个速度非常快 普通的问题是个 比较难的问题 就是你要是没有一个好的算法的话 你那个解起来就很难 过去我们要做一个离散数学的教学软件 有一个功能让学生自己画两个图 然后判断它们是不是同构 这个机器要自动去判断这个做的对不对 就要等于要实现这个同构算法 判断 让第一个研究生去做 他用穷矩算法 因为你要解同构问题 就是一个硬射 你就那个两个图的顶点去排列就行了 首先你检查两个图顶点各数一样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肯定不同构 再检查它们的边数一样不一样肯定也不同构 然后检查度序列 度序列如果不一样也不同构 总之同构它必须完全一样才行 这些检查都很容易通过之后 即使度序列一样也未必就通过 因为那个画法可能不一样 所以还要去调整边的对应关系 那么最笨的方法就是穷矩法 N个顶点的图就是N阶层 这样一来 如果你图比较大 甚至十个顶点 你可能都很难判断了 当年我们做的时候 有一个第一个研究生 它就是穷矩法 所以那个图小了还行 三四个顶点还行 五六个顶点还行 到十个顶点 那个程序就跑不动了 然后另外一个研究生就到网上一搜 找到一个算法叫notice算法 很好 然后把这个算法实现 那个功能就非常好了 非常快了 所以图同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有非常好的算法 这个算法还是比较复杂的 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算法 对于有像图也有类似的同构概念 有像图还要求这个要保持边的方向 就是UV有一条边 那个FU和FV有一条边 是从FU到FV的 这边是从U到V的 下面是例子 这三个图 G1和G2是同构的 和G3是不同构的 G1和G3是同构的 和G2不同构 这个G1和G3的同构 就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我用颜色来区分 红点对红点 黄点对黄点 这个蓝色点对蓝色点等等 你可以检查 比如说这个红色和绿色点之间没有边 那这边红色和绿色点之间就没有边 这边红色和粉色的点之间有一条边 那这边红色和粉色点之间也有一条边 然后G1和G2不同构 怎么证 你证明同构好办 只要把那个对应关系给出来就行了 证明不同构 就更复杂一点 一种也是穷举 你说我所有的可能怎么对都不行 那是一个办法 但那个办法比较复杂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通过图的性能来说 同构的图 它的性能完全一样 那么不同构的图必然有些性质不一样 你可以检查度序列 这全都是正则图 三正则图 就每个丁点的度都是三 这个区分不出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区别 这有长度为三的一个回路 就三条边构成一个封闭的一条回路 下节课我们才讲什么叫回路 现在你可以提前知道三条边 所为衔接就叫做一个回路 而在这个图里边 你找不到三条边构成的一个回路 至于这个地方 边在这交叉 但这不是一个顶点 回路指的是顶点和边依次相连这样的一个回路 第二这个图呢 它的回路最少是要由四条边围成 没有三条边构成的回路 这就是第一和第二不同的性质 因为这个性质 它们就肯定不同构 因为要同构的话 这是一对应的 相应的就能找到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长度为三的回路 这个红黄蓝 那么这边相应的红黄蓝之间 也一定是个长度为三的回路 再看这个彼得森图 这个图叫做彼得森图 还没有讲 下面讲图足了会讲 这个图呢 有三种不同的画法 可以画成这样 也可以画成这样 基一和基三比较容易看出来 为什么呢 基一和基三相当于这个 这个五边形呢 这一圈不动 然后你把里边的五个点 拉到外边去 这个还比较清楚 里边这个交叉的五 这个五角形 外边这还是个交叉的五角形 是吧 然后这个对应的顶点相连 基一和基三同构 你比较容易看出来 相当于把这个点拉出去 但是这个基一和基二同构 就不那么直观了 它很对称 两圈各五个点 这边呢 是有一个中间中心点 然后这一圈有三个点 外边还有六个点 也很对称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话 但他们的确是同构的 你可以自己证明 所以图同构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这么一个性质 要通过一个复杂的算法去判断它 化学家对图同构问题很感兴趣 因为化学里面有所谓的同分一构体 就是那些原子 然后不同的排列 就是不同的化合物了 那个分子就能表成一个图 顶点就是原子 它们有化学键 连就是一条边 所以不同的化合物就对你的不同的图 你判断是不是不同的化合物 就问是不是不同构的图 所以同构算法对化学家很有用 好 下面是有向图同构的例子 这个第一和第二是同构的 只是把这个边拿进来方向一样 但是它跟第三就不同构 第三这个边的方向反了 同构的图它一定是度是对的 那么这个点只能对这个点 一度点对一度点 但是方向又不一样 所以就不同构了 下面介绍一些图的组 就各种各样的图 首先是完全图 n个顶点的无向图 如果所有可能的边都连了 这就成为一个完全图 寄成K 这是K1 这是K2 这是K3 这是K4 这是K5等等 这些图成为完全图 那么有向完全图呢 这个边还要加上反向的那些边 注意这个K几K几指的是无向完全图 有向完全图呢 没有这种叫法 还有是竞赛图 就是无向完全图 给每个边都加上方向 就成为竞赛图 为什么叫竞赛图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n个队打循环赛 他们这个比赛方案 主客场 这两个队要比赛是在哪儿 到哪去比 或者说把它记录比赛结果 如果没有平均 就是两个队之间一定要分出胜负的话 那这样一个图就记录了整个循环赛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称为竞赛图 然后下面五种图呢 称为柏拉图图 就是正多面体的这个表面 顶点和棱 正四面体 正六面体 正八面体 正十二面体 正二十面体 因为柏拉图 也研究过这类图 所以叫做柏拉图图 这个图成为彼得森图 这个图很有用 在图论里面经常用来构造反例 我们希望找一些冲药条件 有的时候呢 很不幸就找不到冲药条件 只能找冲药条件或者必药条件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条件是个冲药条件 不是必药条件 或者说它是个必药条件 而不是冲药条件 那反例呢 往往就是这个彼得森图 这个图非常有趣 能够用来举反例 后面在相应的地方 我们会举这样的例子 用它来举反例 注意这个彼得森图的特点 它十个顶点 外边一圈是一个五角星 然后里边这个五角星 它扭曲了一下 这样子 构成一个五角星 外边这一圈是五边形 这成为彼得森图 下面一类图称为R步图 是说它的顶点能够分成R个部分 使得边都是在不同部分之间向连 同一个部分内部没有边 这种图称为R步图 简称多步图 像底下这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四步图 它的顶点分成四个部分 所有的边都是在不同部分之间向连 两部分的这种图呢 也称为二步图 也叫做二分图 也叫做偶图 这个二步图很有用 它能够用来给一类问题建立模型 就是这种资源分配问题 比如说这是资源 上面是人 或者是一些过程 一些任务 它需要哪些资源 它需要这些的 它需要这些资源 这个也可以代表着这个买卖关系 一侧是商品 一侧是人 他要 他想买这两个商品等等 这个非常有用 再比如说这个排科表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侧顶点作为这个学生 另外一侧作为教师 也可以把一侧作为学生 另外一侧作为课 也可以把一端作为课 另外一端作为教室 它有一些这种约束关系 比如说这是课 上面是教室 那么这些课都要在这个教室上 将来怎么去安排这个教室对应关系 好 完全R部图 这是完全R部图 K23 一侧两个顶点 一侧三个顶点 又是完全图 就是K23 这是K33 一般来说 一边是R个顶点 一边是S点 就是KRS 底下是三部图 这是K11 这是K12 这是K12 这是K123 这个图呢 同时也是三节完全图 就K3 三个顶点的完全图 K3也是它 你把它当成多部图 K11也是它 再下面一类图 就是所谓的超立方体图 这个图很自然 你看这个外表 这个外表呢 就是一个立方体的轮廓 就是它 这个称为Q3 这是一个平面矩形 就是Q2 这是Q1 这是Q0 这个立方体图的构道 很有规律 它是拿两个Q0 然后把它们对应顶点 一连就是Q1 你拿两个Q1 把它们对应顶点 一连就是Q2 拿两个Q2 把对应顶点 一连就是Q3 同样 拿两个Q3 就是两个立方体 外边一个大的 里边一个小的 把它们的对应顶点 连起来 就得到Q4 可以依次类推 得到Q5Q6 这就是超立方体 超立方体图 在这个并行计算 或超计算里面很有用 并行计算 我们需要用很多处理器 同时去算 超级计算 也是通过很多处理器 连的一块 这样计算能力就加强 处理器和处理器之间 怎么相连呢 人们往往用一种 比较规则的形状来连 这样便于那个 寻止 便于找地质 往往就是超立方体 就是一种 可能的体系结构 就每个节点 是个处理器 然后以这种方式 把它们组合起来 下面是紫图的概念 如果一个图的顶点机 是另一个图的顶点机的紫集合 它的编辑核又是另外一个图的编辑核 换句话说 它是从原来的图里面取出一部分 这叫做另外图的一个紫图 用这个包含号来写 跟机构包含是一样的 真紫图 那就很自然 就是顶点机或编辑核 是个真紫集的话 就是一个真紫图 还有生成紫图的概念 如果GPSG的生成是它的紫图 并且它又包括以前的所有顶点 就成为生成紫图 下面是导出紫图 给定一组顶点机 由这个顶点机内部的那些边 加上这些顶点机构成的那个图 就成为它的导出紫图 寄成机 方括号为一 同样 给一组边 由这些边和他们所带的顶点 构成的那个图 就成为由这个边导出的紫图 写成机方括号一一 因为在做图的研究所 有些复杂的证明 有一个很大的图 然后里面取出一部分顶点 然后也说这个小的图有什么性格 我就说它这个导出紫图 注意导出紫图跟紫图都不一样 紫图是随便的取一部分边 就叫做一个紫图 导出紫图是选定的顶点之后 这个顶点内部的边 你必须全都选出来 你不能从里边再扔掉一些边 就只要是在这些顶点里面的边 你都得拿上 这样才叫做一个导出紫图 这是例子 这是图计 我给这蓝色的这五个顶点 那么它的导出紫图就是这样子 如果给三条蓝色的边 那么它的导出紫图就是这样子 就这五个顶点内部的边 你都要戴上 你不能舍掉一些边 好 休息会儿 图足 图的运算 作业可以等一会儿再拿 等会儿再拿作业 好 下面继续讲课 有一种图的运算叫做补图运算 它是从完全图中减去这个图本身的边 剩下来的这个边就叫做补图 注意顶点机不变 比如说 这是完全图 K4四个顶点的完全图 这是四个顶点的一个图 它的补图就是这样剩余的四条边 再比如说这是一个子图 它的补图就是剩下的这三条边 三条边 所以这就是补图的概念 如果这个图跟它的补图是同构的 这样图称为自补图 比如说这个图就是个自补图 因为这是三条边 这也是三条边 而且手尾相连 很容易建立起它们之间的 那个同构的那个硬射 而底下这两个图就不同构 这是三个顶点 这个有一个回路 这个图里没有回路 所以它们性质不一样 你或者说它的度序列是2221 这边的度序列是3111 所以它们两个绝对不同构 看下面一个例子 画出五阶四条边的 所有非通构的无向简单图 另外一个是 画出四阶两条边的 所有非通构的有向简单图 这个做法呢 首先把所有可能的 先把它的那个 度序列做出来 先看五阶四条边的 它的度之合等于 二倍的边数就是八 又是简单图 所以最大度不超过四 可能的度序列呢 就有四 1111 然后三 二 1111 然后三个二 两个一 然后一个三 两个二 一个一个零 四个二 和一个零 你可以用前面讲的 那个创条件去判断 这五种情况呢 都是符合那个创条件的 所以它们都是 可以简单图画的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呢 应该是没有了 只有这五种可能的 这个度序列 然后相应的画出来 这就是那 注意啊 是有五个不同的度序列 但实际画出来 有六个不同的图 其中有一个度序列呢 是有两个图 这个呢 就是四 一个四度 四个一度 这是一个三度 一个二度 三个一度 有三 二 一 一 这是两个一度 三个二度 三个二度 这个呢 是三个二度 两个一度 所以注意 这两个图 它们的度序列是一样的 但它们并不同构 关得好 好 谢谢 先要推到底 可能 先往外推到底 小心夹手 别硬碗 这样容易夹手 关不了就算了 关不了就算了 好好谢谢 好谢谢这个工具 然后这个图它的度序列是一个三度 两个二度 一个一度 一个零度 这是四个二度 一个零度 这就是所有五阶四条边 非同构的无相简单图 那个四阶两条边 非同构的有相简单图 有以下五种 这两条边呢 K是首尾相接的 再同构一下 它只有一种 你画在不同的点上 它们都是同构的 K是这两个边是对的 也可以是从一个点发出的 显然这三种情况都不同构 周围有相图 它们边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不同构 然后这两条边 K是连接两个不同的点 它们互相相邻不关联 这也是一种 你反正画 它也是彼此同构的 然后这两条边是在一起 注意它是简单图 你不能把这两个边画成方向一样 那就是平行边的就不是简单图了 只能是边的方向不一样 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所以只有这五种不同的 非同构的 好 下面讲图的运算 首先可以删除一条边 也可以删除一个边集合 也可以删除一个顶点 也可以删除一组顶点 删除边的时候呢 那些对应的点还在 但是删除顶点的时候呢 要把它们所关联的边也都删掉 这个IG就表示 这个顶点关联的那些边的那个集合 叫做关联集 就把这个顶点所带的边也都删掉 然后就收缩运算 这个很重要 用G斜杠E 表示把这个边收缩掉 收缩的意思是 把它的两个端点呢 粘在一块 粘成一个新的顶点 U是一个点 V是一个点 把它们粘在一起 得到一个新的顶点 这条边就不要了 或者说把这个边变成一个环 在不同的场合 它有不同的约定 有时候是把这个边直接删掉 有时候是把这个边变成一个环 这叫做收缩 也可以在两个点间加一条边 就是G并上UV这条边 也写成G加UV 两个图 如果它们的顶点集不重合 就说这两个图是不相交的 如果它们没有公共编辑 就说它们是编不交 或者叫编不重的 对图也能够做并交 类似于其合运算 它们都是对编辑合作运算的 假设有两个图 我把它们的编辑并在一块 然后相应的 这些边所带的顶点 加在一起 就叫做它的并图 同样边接合做胶 然后这个胶的结果的 这些边上所带的顶点 跟那些边在一起 就叫做它的胶图 同样可以做插图 都是以边为准 边一减 然后这些剩余的结果 所带的那些顶点 跟那些结果放那块过程度 就是这个运算结果 环和就是对称差 下面一个运算叫做连图 这是个很强大的运算 两个图做连图 是从一个图出发 向另外一个图的 每一个顶点都连一条边 所以一个K2和一个K3 做连图出来 就是K5完全图了 这五个顶点相互之间都连一边了 连图呢 我们用加法来写 KR加KS就等于KR加S 然后这个R接0图 向S接0图 做连图 就是完全二部图 KR1撇S 这是完全二分图 连图的结果 有这样一个关系 连图的顶点数 等于原来两个图的 定点数相加 它的边数 等于原来的两个图的 边数相加 再加上N1乘N2 这是因为 从第一个图的每个顶点 向第二个图的每个顶点 都连了一条边 总共连了N1乘N2条边 加上原来的边和原来的顶点 所以有这样一个关系 这是连图 然后还有G图 G乘G2 这个G图呢 用一个图来看更清楚 比如说这个图 AB一条边 和这个N1乘N2两条边 这两个图如果做乘G的话 做出来结果就是这个图 它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乘G图 是把一个图里面的 每一个顶点都换成另外一个图 然后呢 在它们的对应顶点之间 按照第一个图的那个方式去连边 比如说我可以认为 我把A换成012 就是换成A012 这是第一个版本的012 我就叫做A0A1A2 表示这就用A换成012 然后把B也换成012 就叫做B0B1B2 就是B这个版本的012 然后呢 原图里面A和B之间是有边的 那么对应的A0和B0之间就连一条边 然后A1和B之间连一条边 A2和B2之间连一条边 就是在它们的对应顶点之间 在按照第一个图的方式连上边 这个就叫做G图 你也可以换种方式这样想 就是012 这三个顶点 我把它每一个顶点都换成第一个图 把0换成AB 把1换成AB 把2换成AB 得到三个版本的第一个图 就是A0 B0 A1 B AR B2 然后呢 在这三个图之间 按照第二个图的012的方式 把它们串起来 那么必须第一个分量都是A的这些顶点 按照012的方式串起来 都是B的这边按照012方式串起来 就很赞得到这个图 这就是G图 再比如说这个超立方体图 一个二阶超立方 一阶超立方体图Q1 和一个二阶超立方图Q2 它们的这个G图 就是三阶超立方体图Q3 就立方体的表面 这是G图 好 关于图的基本概念呢 就是写 什么是无相图 什么是有相图 就是包括顶点几颗边几颗 还有简单图 就没有环和平行边 然后顶点和顶点相邻 边和边相邻 然后顶点和边之间 可以说是关联 然后顶点的度 还有握手定理 整个图有握手定理 所有度之合是偶数 是二倍的边数 这是无相图 有相图呢 所有入度之合 等于所有出度之合 等于边数 还有图同构的概念 还有图足 还有图运算 这是图的基本概念里面的主要内容 有相图的概念里面的主要内容 有相图的概念里面的主要内容